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地的节目 我是石超 在风神演义万千镇最后的时候 通天教主留了一首非常狠毒的招数 他自己亲手弄了六个番 番就是就像这个前两天的游戏似的 还愿那游戏里头 给习近平弄了一个小熊维尼 就像那种咒语类似的 他其实类似的 通天教主弄了六个 然后让他的大弟子 他的看家的大弟子 说最后把他们害了 原始天尊老子 原始天尊老子 提携道人准提道人 江子牙还有五王 六个 所以当时他大弟子弄的时候 就心里一搁腾 就说师父也太狠了 还有这么干了 太狠了 所以太狠的概念 在他的概念中 其实也认为 如果用这种阴损之招 按照太坏 而且对这个 那等于是对他的师伯呀 那个老子跟原始天尊都是他的师伯 通天教主是老三嘛 到万仙镇最后的时候 他的通天教主知道打不过 其实通天教主挺厉害的 一个人顶四个 而在这个背景之下 通天教主最后的时候 就跟他的大弟子说干了他 但大弟子抱着那个帆跑了 他实在受不了 他的生命良心受不了 跑之后 跑到这个原始天尊跟老子的这个 这个大草棚这 万仙镇打完了 老子他们回到棚上 结果这哪吒才跟 跟那个老子说 外头这个师叔的弟子 在外头等着呢 因为他的管通天教主 就叫师叔了 呦 这老子说你干嘛来了 你怎么回事 因为那等于是背叛师门了吗 那他就跟老子他们讲 他的师父干什么 呦 可能给原始天尊老子他们 也稍微一震 但老子挺厉害 老子跟原始天尊说 咱俩试一把 看看这东西动得了咱 动不了咱 然后就让他 让他这个这个这个失职了 等于是失职了 你就照着规矩做吧 这好像那师之一开始没敢做 后来老子说你就做没事了 你干嘛 还要给做了 就等于是去诅咒他们 就把咒语启动了 没用 在老子跟原始天尊身上没用 他们有无上的那种 就是无尽的那种护身法宝 根本动不了他 所以这里面在表面上 你可以看到 这是老子跟原始天尊 好像他的功力比通天教主高 而实际在过程中呢 通天教主确实又得到 他师父的一些偏爱 而我能理解的 这就是正与邪的 之间的对垒 正与邪的之间对垒 万仙镇就是天意已到 再邪恶的东西 他本是再大 在更大的天意背景之下 他无功而返 只能表现出生命更治邪 治恶的品质 而正的力量表现上 是老子跟原始天尊 有着无上的这种法力 更大的原因 在他们背后 有着更正的因素在其中 因为老子跟原始天尊 在风尘演义中都参与其中了 当他们具体参与其中的时候 一定有着更背后的因素 女娲只是在一开始 一结束 有露脸 那中间呢 在温神出现的时候 女娲有露脸 她通常都没有露脸 没有露面 那人是女娲造的 而露面的时候 女娲露面的时候 同样你能体会出 她有背后的因素 有着更高的神佛道 不被人知道 人不配知道 当大的天象变化的时候 你永远记住 善的力量永远是后出手 网络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 蔡英文召开了 中华民国的国安会议 所以现在人都用台湾 被共产党搞的 都是台湾 她老说台湾 台湾人们谁都会把 中华民国淡忘了 那不就自然就跟你 共产党化开了 但共产党为什么不能说 这个中华民国的 共产党一说中华民国 就是自己当初是杀人抢来的 对不对 她的邪恶 她的卑鄙 她的一切 她知道 所以她只能说台湾 然后把脏屎盆扣在台湾身上 习近平提出一国两制 那蔡英文就提出了反制 11号 蔡英文针对习近平提出的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召开国家安全会议 各层面听取相关报告 提出反制执扰纲领 增加国防预算 防止统战渗透 其实这是最关键 防止统战 国民党批评蔡英文 此时刻刻意提出该内容 要抬高自身声望 并呼吁政府 不应该刻意吓唬民众 国共合作根本就不存在 一个打击往那一站 你从利益的角度 那就是色欲贪欲 你一定要它 五百块钱拉拉手也成 你从生命的角度来讲 你只能拒绝诱惑 因为它是只狐狸 那人很难 人面对这种东西 它会是有被诱惑的 所以你就要自我的 能够喝口凉水 管住自己 这就是我个人说 在共产党问题上 你只要谈利益 你就是个下贱者 你以什么名义都没关系 因为它的生命本质在哪 对吧 生命本质在哪 所以什么这党那党 无所谓 北京将统一台湾的工作 纳入政治议题 那使得两岸关系 进入极为严峻复杂的阶段 这都是表象 主张维持现状 捍卫中华民国主权独立 强迫台湾与中国统一 台湾绝大多数不接受 两岸和平发展 关键在于中国 是不是走向民主化 就我个人来讲 作为中共来讲 它的呼声很高 它在很大程度上 也在仰仗着自己 就是期待着自己 AI产品 就是智能化工 智能化产品 5G等无人化的 这种高科技产品 当它达到一定的科技水平 就是当它进入到 一定水平的时候 它有力量跨过台海 这种物理化的风格 有力量跨过台海 然后击碎整个台湾领土 蔡英文的推文 我代表台湾人民 严正表达反对 一国两制 特别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 跟国安队一起研究措施 叫应应及反制 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蔡英文讲 中共窃取台湾高科技的技术 制造大量假消息 从内部直接破坏民主体制的公平开放 在地方政治上渗透社会内部 以政治性采购 诱导台湾的地方民众 甚至招纳村里 村里长出任大陆的这个职位主任 是 因为今天的人就够贪婪 所以他经常出一些厌生 他这个招数就像 华为去撞告 华为撞告美国政府一样 华为出大价钱 请了美国的顶尖的律师 顶尖的律师去撞告 自己的美国政府 而撞告政府的内容是 直接要推翻美国政府所 和国会通过的相关国家 国家法律 颠覆国家政权罪 对不对 这共产党 你在中国人的眼睛里 怎么听着都是反党 反国家 反民族 反人民 全是反的 是不是 一个美国人 你怎么拿了共产党的钱 去反美国政府 反对美国的国会 反对美国的法律 那今天如果 如果这个 这个 川普不高兴了 请了中国的律师 请了中国的律师 撞告中国最高法院 撞告习近平的情报法 反恐怖主义法 是犯法的 是伤害民众的 在哪儿告的呢 在这个河南地方 河南省的 省的高级法院 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要向习近平发传票 一样吧 开玩笑吧 谁是人 谁是鬼 还看不清楚啊 但是他干得很 很张狂 很直截了当 所以我没跟大家讲吗 他们背后 有着某种力量 让他们看似 很正义的事情 却被揭示出 生命的根本 生命的根本 这个东西就是 他在采访中 就有各自的考量 有这种考量 有那种考量 民主的考量 什么统战的考量 都有不同的说法 表面上都会有着 不同的说法 但是呢 中华民国抗争中共 在顺天意的概念中 各自的总统 各自的领袖 有着他自己摆放的位置 表面上是政治事件 实际是善恶的归属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